好主播目前記者所在位置是在松雪樓的外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溫度是在4.7度左右 那不過我們跟松雪樓經理了解到 就是4點多度目前現在的溫度是還沒有達到降雪的 然後呢大概是怎麼樣才會降雪呢 我們也請經理帶我們了解一下 研究現場的溫度來判斥的話 下雪可能要入夜以後比較會有機會 那也不能保證就是會下雪 那以之前的經驗來看的話會有機會來下雪 那有不少上山的遊客是選擇來到松雪樓這邊住宿 那現在的住宿率是達到8成左右 那為什麼要選擇這邊呢 原因就是呢他們一打開窗戶 如果下雪的話能夠馬上就能看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遊客這邊的訪問 小朋友第一次 第一次帶他們上來這麼高的山上 之前最多到清淨而已 我會擔心說小朋友要高山秤 喔也會啊當然會啊 所以所有的備要就是先備好 這基本的備要 你穿幾件 3件 4件了吧 裡面1 2 3 4 5 哇5件1件 很冷對不對 那手套也要戴好 對不對 對 還有沒有期待說可以看到堆雪人 要不要 耶 對 那其實除了這些追雪的遊客之外呢 我們在現場也發現到了有非常多的登山客要來爬山 那他們有的是從新竹來到南投 那有的甚至從南部 就是最遠的是從屏東要來到這邊登山 那他們在登山過程中也希望幸運的話能夠有機會可以碰到雪 JTC的我要看到雪 耶 以上是我們最近掌握到消息時間交換篷內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